别哭了 行不行 你不要再哭了 我一天都没吃饭了 姐 姐 姐 我叫你姐 是不是 姐 你什么小鼻子我 你别哭了 姐 江青 我的事 你怎么能不说一声就来了 我跟你说了好几次了 你不是不让我来吗 你没吃饭呢吧 我不招呼你了啊 你自己去弄 你不用管我了 是不是来帮你的 啊 姐 你看她屁股上 都红了 又有小红点 这应该是尿布枕 抹一点油油 不动啊 抹一点 好了好了 好了 来 小屁股抬起来 抬起来放个尿布 好 看就好了 不哭了啊 好了好了 她终于笑了 不哭了 不哭了 嗯 妈妈走了 乖乖的哦 小姨便宜好不好 嗯 熬夜的人要多摄取卫生素 才能把元气补回来 今天午餐是鰻鱼饭 菠菜木耳炒蛋 香菇排油菜 海带排骨汤和香蕉 下午的零食是综合坚果 每样都有不同的营养 一定都要吃完哦 哎呦 这个董事长在欧洲的 功课备忘录啊 终于发我来了 再上上说 哎呦 这个蜗牛这太过分了 做的饭这么丰盛啊 什么 羡慕了 哎 没有 没有 哎 你知道我这次回去 看见蜗牛的闺蜜在干嘛吗 嗯 她在搜狄伦 她要帮陈嘉欣找备胎 你看 哦 她这么关心她呀 不是 关心她说了 她说让陈嘉欣离你越来越好 她要撮合狄伦还有蜗牛 怪不得 加星王后花鸟的 你看 董事长前脚一走 这蜗牛就急着回娘娘 你仔细想 还是有点意思吧 有点什么意思呀 走 走走走 拜拜 拜拜 哎呀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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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你谁啊 我是陈嘉欣的妈妈 我找陈嘉欣 啊 我是陈嘉欣的妈妈 我找陈嘉欣 亲 亲 亲家母啊 是 那那那快 快快快 努力请啊 你是 我是姑姑 是你的姑姑 是你的姑姑 对对对 太好了 喂 妈 哎 你回家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害得我大老远跑来扑了个空 妈 我是来看紫衫的 你跟他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我刚把甲方红睡着 老医生说 陈嘉欣可能是长了抑郁症 什么抑郁症啊 哪有那么严重啊 行了 行了 你 你在家好好陪着她吧 好好好 先这样啊 来 陈嘉欣 喝点水 好了吧 谢谢 谢谢 好 够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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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下回来 人来就行了 不用带这些菜 我们这超市什么都有 你说你弄这么多 我拼钱放不下都坏了 你们城里的超市 哪有我们岛上的菜市场好啊 你看我们这菜 那都是农民自己种的 还有这鱼 你看多肥 野生的 这里边还有那鸡蛋 是散养的土鸡下的 静家姑姑 要不然这样吧 我晚上给你们露一手 我做几个菜 煲个汤 你跟我女婿尝尝我的手艺 亲亲母要做饭呢 那多不好意思 我跟你说啊 那菜 那个那个 吃包在那边 你就当自己的家啊 千万别靠钱 好 亲家母啊 你做得怎么样了 我这闻着味儿来的呀 太厉害了 厨一张 香吧 太香 这是改良的人参鸡汤 用的就是这种高丽红参 这个参呢虽然很温和 但是孕妇也不能多吃 你给我女婿可以多吃一点 这汤啊 喝了补身子还不会发胖 小心烫着 还没熟呢 馋死我了 请教姑姑 都是当妈的 我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你说 家欣年纪小 家欣年纪小 还没见过什么世面的 就嫁到你们家了 我这当妈的想来也拦不住她 她要是有什么不懂规矩的地方 你该说她你就说她 该教育就教育 你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你放心 我妈和我呀都特别疼她 真的 她那么懂事 是不是 你第一次来吧 我带你去看看他们房间 又大又漂亮 走走走走 好 歇会儿 歇会儿 再来 我跟你说 我最羡慕会做饭的人 都是我的偶像 好面做饭 累都累死了 又热又烫 小心台阶啊 好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他们俩衣帽间 你看 够多少都能摆满 年轻人的东西就是多 这个是嘉欣的化妆台 来 里面呢 你看 卧室 大不大 这儿还有个大浴巾 真大呀